大家好,我是爱兰说微子,上一期讲了兰花一发病害中的生理性交间,碳居病,叶斑病,圆斑病,这一期我们继续说其他的兰花常见病害。 一,黑斑病,黑斑病症状,黑斑病主要危害叶片,病叶首先呈现褐色小点,后拓展为圆形,半圆形的黑褐色斑,周围长距水字状浅黄色晕圈,直径1到17毫米,后期病部中心逐步褪色,变成中心浅鹤边际黑褐色的病斑,感病部位正反双面均生有淡褐色至灰白色泡状小凸起,在湿润环境下,涌现出蜜黄色颗粒状, 此机为病菌的分生包子气,病斑亦发生于植株中下部位的叶片,病斑之间的叶片失律变黄,多个病斑可连接成大斑块,导致病斑块以上叶段干枯乃至全叶死亡,是由半支菌亚门,枪包钢,黑盘包木,黑盘包科,柱包梅鼠的鼠域柱包梅菌侵然导致的病菌的分生包子盘首要生于叶片正面,出埋生于表皮下,后打破了 而显露,直径129-257微米,分生包子梗无色,矮小,紧肌不分支,距零到二个分隔,圆柱形,内壁牙齿产包,分生包子无色,薄壁,现形,直或稍弯,距细20.4-45x1.4-2,4微米,病菌最适生长发育温度为20-25度,但在10摄氏度左右,包子萌生率还可到达50%, 发病规则,兰花黑盘病菌以菌丝或分生包子在病安排内月冬,每年12月中旬开始发生分生包子进行侵入传达,一年的2-3月是病害的流行期,若遇上接连衣语,多物,日照上时发病最重,5月份今后当气温上升至30摄氏度时,病害衰退并终止分散延伸, 病菌可侵染多种蓝科植物如墨蓝、春蓝、剑蓝、惠蓝、虾吉蓝、蝴蝶蓝和纯色万代蓝等,还可为害株顶红、吊蓝和吉利草 防治方法,一、加强检疫,特别注意产地检疫,选择无病苗,操控病害传达 二、清除病液和落叶,及时减去叶片上中部的病斑,会及焚毁 三、在12月上旬发病前喷1%波尔多液两次,每隔10-15天一次,发病期可选用40%灭病微600-700被液,或45%施宝克1000被液或50%戴森猛心1000被液 喷药时注意叶片正被双面都要均匀喷洒,7-10天一次,接连屡次,杀菌剂替换运用,作用非常好 二、荷斑病真菌病害症状,叶片病斑长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赤褐色,边缘红褐色,病斑多发生在叶元,叶两面这生灰色霉状颗粒,病原菌的分生包子气,多与原斑病,黑斑病同时发生,只是危害的部位,病斑形状与大小不同 病原,鹤斑病的病原菌是一种真菌,疾伴之菌亚门为包蜀菌,发病规律,病菌以菌私提在病业上过冬,一年3-4月产生分生包成为初期侵染菌原,病菌借风雨传播,老叶发生多,新叶发生少 春季4-5月高温高湿条件发生较严重,防治方法,做好清洁工作,用70%500菌倾可湿性粉季800-1000倍叶,80%怠森猛心可湿性季800倍叶,40%可得可湿性粉季1500倍叶,10%高3000倍叶 三,夜枯病真菌病害症状,夜枯病危害兰花的不同部位,夜间受害有几种表现,有的初期表现为斑点形,浅褐色,后期深褐色,并斑融合后夜间枯死 有的表现夜间变灰色枯死,并见交界处深褐色,叶片中部受害,并斑面积较大,呈圆形或橢圆拱,中央黑褐色,边缘有黄绿色晕圈 严重时,整片盛枯死,病原,夜枯病的病原菌是一种真菌,即半支菌亚门大经典霉菌 发病规律,病菌以菌丝或分生包子在病残组织过冬,借风雨或水滴传播,从叶片伤口或自然孔口侵入 4到5月发病侵害老叶,7到8月发病主要侵害新叶 该病在寒流后突遇高湿高温天气,发病最为严重 有明显的发病中心,并可向四周传染,防治方法,防寒流,防暴雨 在发病初期要及时隔离,发病前可用0.5%到一波耳朵液 或65代森心可施性粉剂600到800被液 每隔7到10天喷洒一次,有较好的保护作用 发病期间可用50%多菌0800被液或75%甲剂脱不禁1000被液喷洒 均能控制病害蔓延 4,夜间枯斑病,夜间枯斑病,真菌病害病状 病斑多发生在蓝叶肩部,初期出现褐色斑点 随着病斑扩展成片,病斑呈长圆形或不规则形 灰色或灰黄色,病见交界明显 交界处有黑褐色斑纹,后期整个夜间枯死 病斑上着生褐色小点,即分生包子气 病原,一种真菌,即半织菌亚门经典霉菌 发病规律,在国栏上发病较多 5月上旬就未发病期,7到8月为高发期 防治方法,同夜枯病,防寒流,防暴雨 在发病初期要及时隔离 发病前可用0.5%到一波耳朵液 或65%带森心可施性粉剂600到800被液 每隔7到10天喷洒一次,有较好的保护作用 发病期间可用50%多菌0800被液 或75%甲击脱不禁1000被液喷洒 均能控制病害蔓延 感谢大家观看,今天先讲这些 下期我会继续讲解兰花的常见病害 我的这些视频希望能对大家仰蓝起到作用 也希望大家对我多多支持 视频中如有错误请在评论区指正 关注我,点点赞,转发并分享,谢谢